我是万万没想到 把鸡肉随便的炒一炒 出锅瞬间变美食 大家好 我是爱做美食的老杨 今天咱们用鸡肉做个好吃的 拿它来和青椒一起做 真的是绝配 首先准备一个大点的鸡腿 把鸡骨去掉后 将它切成宽条 鸡腿呢 可以说是鸡身上最嫩的一块肉了 接着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 先装入一个大碗中 磨个味儿 加入少许盐 适量的白胡椒粉 上手先给它抓捏均匀 搅拌均匀后 再来少许料酒 去新增香 加入一个蛋腔 让鸡肉变得更嫩滑 抓拌均匀 接着来一小勺淀粉 淀粉同样可以使鸡肉变得更嫩 然后向碗中倒入少许食用油 这样可以使鸡肉锁住水分 下锅的时候呢 不容易粘连 接下来锅中的油烧至四层热 缓缓地下入鸡肉 防止崩溅 慢慢地用筷子给鸡肉划散 划至鸡肉变白 捞出控油 接下来切点小料 切少许葱花 少许生姜切成末 装碗待用 然后准备几个薄皮的青椒 这种青椒辣度适中 皮薄 吃起来的口感也是非常的不错 咱们给青椒清洗干净后 上手给青椒掰成小块 然后干锅把辣椒下入锅中 用中火慢炒 给辣椒炒熟 同样把辣椒特有的香味翻炒出来 炒香带有虎皮色就行了 装盘待用 接下来锅中来少许食用油 下葱姜炒香 再下入十几克的甜面酱 翻炒片刻将它炒香 加入一点点清水 撒入白胡椒粉 再来一点白糖 再来少许盐 下入鸡丁 给鸡丁翻炒片刻 让鸡丁先入个味 然后下入辣椒 翻炒均匀 最后少连入一点点 细细的水淀粉 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伸出您发起来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翻炒均匀后 这道鲜辣可口的 腊子鸡丁就做好了 这道菜 鸡丁滑嫩 从味道上讲 也是非常的入味 和薄薄的青椒一起炒 带一点辣味 真的是太下饭了 满分一百的话 你会给这道菜 打几分呢 喜欢这道菜的朋友 不妨把我的做法 收藏一下吧